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發布的這份戰略報告 名為《打敗中共》 2月18日 他在芝加哥里根研究所的一場網絡演講中表示 美國必須擊潰中共這個邪惡政權 他還提到 中共利用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當間諜 強迫美國公司交出專利技術來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並威脅切斷供應到美國的生產必須平等 他建議美國從三方面反擊中共 第一是 美中在政治和經濟上脫鉤 任何強烈的計劃去打敗中國 必須開始為勤奮 把我們的國家的重要領域拆棄在重要的領域 當我們離開了 我們也必須重新建築的地方 以減少分離脫鉤的價值 我們必須切斷的錢 把中國增加了中國的增加 和破壞了我們的敵人 建立一個中國洛閉 從紐約和華盛頓 到紐約和華盛頓 第二是 重建美國 發展美國經濟以對抗中共的威脅 第三是 調整聯邦政府的結構 因為脫鉤離不開政府的重組 他還強調 美國必須重新定位 避開中共的利用 新唐人記者柯寧婷綜合報導 再見到香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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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